昨日我们讲到,在天帝宝库那栋石门的前边,鬼丽代表着鬼王宗,代表着魔教,他进去尋堡,而鹿雪奇,他说代表着正道,代表着青云门,无论如何,都要阻止鬼丽的成功。 两个在心里面,对对方都有着非常复杂情感的人,他们终于面对面地,要进行一场决战,而且这场决战,看来应该是无可避免的。 出了他的天爷神剑,而且剑上面,也都盛放着那种蔚蓝色的,非常之辉煌的光芒,鬼丽手上的细云棒,圆青色,金色,和夹集在其中,那时令人恐怖的红光,也都一起亮起了。 两个人心里面,都各自对对方,有着深刻的情感,但是这一刻,他们的情感,是不是要被杀异所取代呢? 这个时候,我们暂且将他两个人放下先,翻转头再讲一下周一先,和周小环两个,他两个人在死亡沼泽里面,本来呢,因为有金平仪的照顾,所以一路上呢,都是太平无事。 除了那晚,除了那晚,淋了整晚雨,还使得野狗到人家天良发现,将把姐借了给周小环,但是随着长生堂,被他们魔教的三大派剿灭之后,魔教这三大门派,一日合作,变成禁中对抗, 大家都不想对方,或者是正道中人,拿到这个死亡沼泽里面,即将要出世的神奇宝物,所以,他们表面上虽然还是客客气气,但是实际上,魔教这三公子,都各自将自己的下宿,留在死亡沼泽的外围, 然后自己就只身潜入了死亡沼泽的核心地带去尋堡,因为没有哪个门派,够敢将自己的手下的精英,全部都带入死亡沼泽的内围,因为第一,死亡沼泽的内围,那些剧毒的瘴气,已经使得一般普通的魔教教中无法进入, 如果只是带走精英的人手,在外边留下的人,没有足够的实力的话,那很容易就被其他两派乘机吞并了,正在互相的顾忌之下,所以魔教这边,进入到死亡沼泽核心地带的人,才大为减少, 金平仪也因为这样,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带着周一仙和周小环两个进入死亡沼泽的内围,而这个时候,三大派都有人留在这个死亡沼泽的外围,使得这个死亡沼泽就更加危机重重, 所以他也不敢再叫周一仙和周小环两个留在这一树,而是劝他们快点离开,所以到了天干的时候, 在离开大黄村向西的一条古道上,周一仙和周小环两个,正是慢慢向前行,他们已经离开了死亡沼泽,甚至直接就想离开这片地方,周小环呢,虽然很不舍得,和刚刚又见面的金平仪分手, 但是,毕竟他是小孩哥心性,过了一阵,心情已经好很多了,他在路上一边走,一边在大黄村的外围这一边极木软跳, 见到这里,虽然是荒山野嶺,但是天高草长,不时有些风吹过田野,清清的野草就好像波浪翻滚一样,哎呀,真是令人觉得几好看的, 哎呀,爷爷呀,前一阵来这里的时候,一路顾着赶路,都没有仔细看下周围的景色, 今天的天气这么好,你看下,这里的景色真的不错,周一先向古道外面的原野看一看, 也都觉得精神一阵,但是那把口呢,就肯定是死鸡撑饭盖,说, 哎呀,看来看去,都是一片野草,有什么这么好看呢, 哎呀,如果你说条条都是金做的草,那样又不一样, 哼,你呀,整个头脑里面,装着它都是金啊,钱啊,这样, 嗯,真是俗气了,难为你的名字,还有它的仙字天吧, 什么话,哎呀,你这个美女,你够胆骂我祖, 我老人家,你是世外高人,明满天下,普渡众生, 周一先本来正在口水花噴噴的,将大炮一路车下去, 谁知,他一路说的时候,叫小环一路钉着他, 在你这个孙女明亮的眼光之下,不知道为什么, 他的师兄因为越来越西,到最后,自己都觉得, 越说越没底气,傻学性就将后来的半句话都吞回落土, 不过,被孙女用眼光将他的说话折回头, 他肯定是觉得不顺, 他的师兄说,你这个丫头,哪里知道你爷爷有多厉害才行的, 厉害? Kid? 小环听得厉害这两个字, 当然Kid的笑了上来, 索性转转头就不看他了, 就一线无情情被孙女窒了几窒, 还被他嘲笑了上来, 他心头都不知道多么疼闷, 唉, 那时候,为什么我刚刚遇见你呢, 早知道, 就任何人在路边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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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, 哭得声都哑了, 气都断了, 我都不管你, 这就对了, 小环一听这句话, 立即伸一伸一伸你, 雪白的面上, 露出一片天真可爱的神色说, 那爺爺你好心啊哭啊哭啊, 那说到这里我们才明白, 原来小环和周一仙不是亲孙女, 而是他撿回来的, 周一仙是蹬了小环一眼, 哭, 好心过鬼啊, 好心好气就养得你这么大, 整天都惊我, 哭, 爺爺啊, 跟他当初为何要带我走呢? 周一仙是蹭一蹭, 其实呢, 看他的样子好像很生气, 不过他跟小环向来都很随便, 怎么会真的生气呢? 但是这个时候, 听到小环问了这句话, 反而勾起了自己的几分往事, 面色有点惆怅, 唉, 当年何阳成, 我见到你不过一个两三岁的姑娘仔, 躺在路边那儿, 饿得掩掩一息, 哭声哭得咬了, 一时心软, 就抱着你走咯, 哼, 那时候你小小年纪, 都不知多聪明的, 我一抱你, 哭, 那儿就马上不哭了, 搞得老夫呢, 以为真的跟你有缘, 一有了这个念头, 就不舍得扔下你了嘛, 哼, 那倒是呀, 爺爺啊, 你又好心又好报呢, 你看下, 你抱了我, 那么多年来, 我整天都帮你, 被人看相, 其实, 帮你赚了多少钱呢, 那倒是, 吹吹吹吹吹吹, 什么你帮我看相, 爺爺自己没本事, 乱说二十四, 乱说二十四, 小环就掩着嘴咽咽声地笑了上来, 过了一阵, 似乎又想到什么, 啊, 是你爺爺啊, 为什么你当年会去河阳城的呢, 那里是青云山脚来的, 我记得, 你向来都不愿意去那里的, 那么多年来, 似乎都现在十年前, 为了那个叫做张小凡的青云弟子, 我们才好奇跟他去看一看, 不过都没有靠近青云山了, 唉, 还不是因为你没见过面爹, 他的灵位在那里的那里吗, 当年, 我说在他忌日那一日, 在他母前, 都不知留了多久, 一走出来, 在街口那里见到你, 那时候的心就做得难过, 见到你又那么可怜, 就修养了你了, 爹爹啊, 说起来, 我们也有十年, 没去看爹了, 就先想一想, 是吧, 好了, 后面慢慢地向前行, 但是始终呢, 都和他们保持着一段距离, 现在见他们突然停下, 转转头望着自己, 野狗到人似乎也都窄一窄, 居然也都停下, 面上面还有一些痴疑和尴尬的神色, 周一仙很怀疑地叮了他两眼, 转转头拉着小环继续向前行, 喂, 你说这个家伙跟着来干什么, 你问我, 我问谁呢, 难道你这野狗啊, 现在忽然间起着悉心, 想对你行为不轨, 周小环听都忍不住客人一跳, 当和面都红了, 爷爷啊, 这些话你都说得出口吗? 有什么话不能说, 现在这个世界, 坏人横行, 你又生得这么漂亮, 都很难说的嘛, 依我看呢, 这个野狗道人, 虽然在魔教里面明星好坏, 但是, 我都没听过他害过什么女子的, 反而杀人放火, 白日打劫这些事, 做过不少博, 咦, 周一仙一听, 当和面色都白色, 马上就紧张了, 喂, 你说这只人, 会不会是想抢那两个穷帮蛋啊? 哼, 好难说啦, 再说啊, 爷爷你身上的银两啊, 恐怕, 比那些穷帮蛋多得多而已, 嘶, 哎呀, 这么大声, 说什么呀? 他四周围再望了下, 哎呀呀呀呀, 你看看, 哎呀, 这里四下无人, 打劫啊, 哎呀, 最好落手的了, 不过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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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快点走老好了, 一边说, 一边就在三袋里边, 拿了张黄色的符纸出来, 看来呢, 又想施展那些祖师秘传的遁地之法, 逃之夭夭, 小环见到真是又好生气又好笑, 就一手拉着他说, 爷爷你等一会儿先啦, 哎呀, 等什么呀? 你看我家伙, 又准备走上来, 等什么等呀? 爷爷呀, 我听你说这些遁地术, 虽然是祖师传下来的悲讯, 但是遁地之后, 我们在哪里捐出来, 你又控制不了的? 我告诉你, 现在我们刚刚离开的死亡沼阵没多远的, 万一你一遁, 遁回到里边, 那我们真是污库哀哉咯, 我们的运气不会这么矮啊嘛, 那你自己说, 你觉得自己的运气是好还是不太矮啊? 矮? 那就是咯, 所以我们不可以冒险的, 爷爷呀, 你忘记了吗? 我这里还有一件平儿姐姐送给我的护身法宝, 再说啊, 这个野狗道人都不算什么高手啊, 我们对付他, 难道很难吗? 那又是, 不过呢, 不知为什么啊, 这几天呢, 我总是觉得心惊欲跳, 心神不定的, 难道在死亡沼泽里面见到那么多高手, 把这个野狗都当成高人, 哎呀, 不行, 不可以这么小胆的, 好, 既然是这样就索性休息一下先, 哎呀, 走了这么久都很累了, 于是, 两个人在路边就找块石头坐下, 打算休息一会儿, 小环一坐下, 就拿起那串冰糖葫芦, 一个人瓶瓶有味, 嘴嘴嘴的吃起来, 就一线一边另头, 一边口就暗暗沉沉, 说十几年前啊, 中二食上了冰糖葫芦之后, 啊, 这么久以来, 都喂食样子都是不变的, 一边呢, 就用手打打自己的大腿, 打算休息一会儿, 然后起床再走的了, 谁知, 他一蹲低头的时候, 突然间, 哎呀, 见到面前有一对脚, 是那男人脚来的, 就一线一笔大气的惊, 心想, 难道刚才一疏忽, 野狗这只野军趁机过来偷袭, 哎呀, 那还得了的, 哎呀, 那妹丁仔的话真是不信得过的, 难道老夫行走江湖百几年, 你今日真是阴谷翻船, 他一边胡思乱想, 一边正要叫小環起床, 怎知就在这个时候, 听见前面那对脚的上边, 那个人的声音温和平静地问他, 怎样啊, 还被人看上啊嘛, 周一仙和周思环两个人都吃着惊, 大家一起站起身, 担高头一望, 原来, 他在周一仙前边的是个中年人, 面目如雅, 但雙眼冰冰有神, 天庭饱满, 在文雅之中, 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, 他身上, 只是穿着一件南部长袍, 但腰间挂着一块淡紫色的玉佩, 这个玉佩玲珑碧头, 隐隐若若若的碎腸之气, 一看, 就绝非一般, 只不过, 这个这么有威势的人, 他的笨角, 压角, 就和他的样子, 很不邓正地, 生了很多白头发, 看上去, 又添多了几分的瘡桑, 不用问, 这个人, 当然就是当今鬼王中的宗主, 鬼王了, 只不过, 他现在的打扮, 就从当年, 在滴血洞外, 初会张小凡的时候, 那个装扮一模一样, 都是个中年书生的样子, 周一仙一见到他, 面色变得非常严肃, 小玉, 你走完一点, 等爷爷叫你再过来, 这些事情, 你从来都没有过, 小玉窒窒窒, 但是周一仙的面色非常严肃, 不像开玩笑, 而且看他们两个人的神色, 似乎一早就知道的, 于是应着声, 转转身就整理一下自己的包袱, 向后边就走过去, 一边走, 他一边就不时转转头望下, 见到爷爷和那个中年人, 依然面对面那样站在那树, 大家都没出声, 他心头有几分的担忧, 只在那么短的时间, 这个中年人就已经给他一种, 令他很畏惧的感觉, 他情不自禁地一路向后退, 似乎要退开一点, 离这个中年人远一点, 他心里面才会那么惊, 但他一路向后退, 退了很远的一段路, 突然一啪一声, 撞了另一个人身上, 吓着一跳, 定眼一看, 原来野狗道人, 哎呀, 对不起啊, 道长, 谁知这个时候, 野狗道人的神情, 都是很不对路, 他充满了震惊的神色感, 望着前面, 望着和爷爷站在一起的那个人, 似乎他对这个人也非常畏惧, 道长啊, 那个人是谁啊, 你认识的吗? 你, 你不认识他吗? 是啊, 我今天第一次见到这个人而已, 不过我爷爷似乎认识的他, 哎, 你认识他啊, 他是谁呢? 野狗道人的嘴角动了动, 似乎想说什么, 但是突然间, 他又沉迷下去, 只是双眼直一直地, 望着那个中年男人, 小环走走眉头, 他觉得这个野狗道人的反应太奇怪了, 对这个人, 他似乎又怕, 又有几分愤怒, 只见这个时候, 周一线和那个中年男人并肩而立, 有很多年, 我们都没见面的吧? 嘿嘿嘿, 哎, 几十年了, 还几好嘛, 浪迹天涯游戏人间, 可以说得上是好, 亦都不算是几好而已, 你的心, 是不是总是怪我呢? 你又没有对我不住, 我怪你做什么呀? 其实你这样, 也都未必不是那么好的, 防开心胸, 畅畅游天下, 过的, 应该都算是神仙这样的日子, 不枉你的名, 又一个仙字了, 如果你想过我这样的日子, 那又怎么这么艰难呢? 老友, 那男人突然间听到周一线, 才说了一句老友, 不敢怒怒怒, 但跟着笑一笑, 我和你不同啊, 你当然和我不同啊, 年轻的时候, 你的权欲之心就很重, 到现在, 我想你就更加放不下了, 那男子一听, 不敢伤眉一走, 眼里面闪了一丝怒气, 似乎从来都没人敢敢这样对他说话, 没人敢敢敢来批评他, 但是他转转头看一眼周一线, 见到他满头白发, 虽然年纪和自己差不多, 但是就好像已经创造了很多了, 唉, 他叹了一口气, 那怒气也随之消散, 为什么你看上来这么老呢? 百几岁人不老就有鬼了, 反而你是收到有成, 本来你的白头发, 唉, 你女儿的事, 我都听人说过了, 你, 唉, 当年, 我们大家都还年轻的时候, 在胡锡山下, 你曾经用过天罡神算, 为我颇了知卦, 你记不记得, 你当年年轻气盛, 什么都敢对我说, 说我命格之中杀气太盛, 喝妻喝矣, 如果没办法破解, 一定中年丧妻, 擦下无矣, 神算, 真是神算, 现在暗闹得灵验了, 就一线倒下头, 他突然说, 唉, 现在我们大家, 推入半截身, 埋入了黄土之中, 我都一样有话就对你直说, 嗯, 你说, 老实说, 当初我所谓的天罡神算, 全部都是乱说, 二十四骗你的, 我从小, 做很烦那些体命算命的书, 怎么会有耐性去学, 至于所谓的天罡神算, 应该是有这样的算法, 但是我又怎么会呢, 所以当年那番说话, 我只不见你得吃得吃, 顶你不信, 才故意这么说, 你根本就不用放在心里, 那男子整身震一震, 似乎根本想不到, 就一才居然会说这些说话出来, 过了阵, 他才忽然拧着头, 大声地笑起来, 笑声都不知道多么响亮, 听到后面的小环和野狗到人, 但是他都看得呆了, 听得呆了, 又过了阵, 那个男子也叫鬼王, 才慢慢停住这笑声, 眼里面的神色, 又多了原来的冷静威闲, 他钉着周一线, 忽然笑一笑, 你敢说, 你认为, 我会不会放过你呢, 那各位, 欲知后事如何, 我们明天再好, 啦啦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